男的后来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男的不管处于哪个年龄吧 他其实在婚姻当中 或者说很近的关系当中 他需要有人就是爱慕他 羡慕他 仰视他 就是这个东西 可能是他的安全改的一个来源 在那个剧里面 你看那个太太吧 虽然他钱 金钱是靠老公在供养 可能他对话当中呢 他总是在查老公你在干嘛 而且没有太多的 就是说给他谈工作好 就他其实不问你在干嘛了 只要你拿钱来 基本上就说查你有没有出轨这件事 而另外那个上位的那个叫玲玲吧 那个在工作当中就是默默地支持他 默默地仰望他 因为我们后来联系 我们周围有一些状况 就都是觉得说 你说或者说我们看到另外一种 就女的是家里面钱赚得多的 这种情况就也很多 那那个男的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呢 一开始那个男的都说 我也可以在家里带孩子啊 这种关系 新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啊 最后都不是那个女的出轨 是男的出轨 就是男的永远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要再找一个比他弱一点的 来仰视他 还真的就是 我一些闺蜜就说呀 说你以为女的养着男的 就女的比男的挣钱多 就是女的容易出轨吗 他说不是 很多挣钱比老公更多的女的 他一样担心老公找别人 因为这个男人他可能是因为压力 老公说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认识别的妈妈 对好多电影里面就这么演 不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们说这部电视剧里啊 就是讲出了一个讽刺 就说现在这个婚姻呢 需要担心的呢 还不是小三 而是老三 为什么 因为他老公后来找着的这个 女同事吧就算是 也是带孩子啊 也是这个这个结过婚的呀 也不是说年轻貌美 本来这个马一粒防的呀 是那个年 不是马一粒对不起啊 罗子军防的是那个年轻貌美的 但是没想到给老三抄了底了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提醒嘛 因为好多女人 我觉得都有错觉 总是觉得她的情敌啊 一定是什么小三啊 年轻貌美 那基本上男人什么都喜欢 什么都想要 对真的 他什么都想要啊 所以你年轻貌美也好 成熟也好 仰望也好 甚至有时候我必须告诉你 男人也喜欢 喜欢仰望女人 我很多这种中老年的男性朋友 经常称赞哪个女人啊 有本领啊 能干啊 钱赚得多 也一样仰望啊 所以说假如你只想要说 他们会想娶那样的女人吗 他们会想娶那样的女人吗 那男人没有想到这个这么怎么讲呢 没有只想一种的可能性了 他可能想说先试试看嘛 试得好 娶也无妨 不拒绝 我觉得男人的哲学就说不排除一切的可能 所以男人的弹性蛮大的 我能告诉你 有一个就不是男人 就是你身边这位 他肯定不这么想 对不对 你瞧瞧 他不敢讲话了 不是我倒没有什么这种想法 但是我倒想说说 我觉得有意思 你刚才说到 我刚才说到 男的送孩子上幼儿园 那是真事 我真有这么一个朋友 一个日本人 奶爸舅舅 对奶爸 他当奶爸 我认识几个奶爸 那这其中一个奶爸 日本奶爸 那在日本当奶爸 是尤其古怪的一件事 结果他就当奶爸 然后当奶爸呢 就天天送孩子上幼儿园 他跟我讲那个感受 你知道像是什么 你能想象那个环境 你知道幼儿园 日本的那个幼儿园 或者小学里面 一堆那种亲子活动 每次亲子活动 是对家长要来 那家长要来呢 就被孩子打气 跑得好跑得快 加油加油 一帮全是妈妈 就他一个男的 那一开始 所有人都觉得很尴尬 看到他 但后来他发现 自己这个状态 简直像狼入羊群 你懂那个意思吗 就一帮妈妈 就是而且一帮妈妈 都会有怨言 就说这个老公下班 下得晚怎么样 然后就很抱怨 就每个都像怨妇 一样 插成众星捧怨 然后跟着呢 这一群怨妇 后来慢慢都用一种 很别样的眼光看着他 然后比如说 今天我们在谁家 做蛋糕 你要来吗 都参与这种聚会 然后他就跟我聊 这个事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 深陷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那么要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感受 问该怎么办 我说那也没什么怎么办 对不对 没有你作为朋友 我是你的话 你会劝拿什么的 不是啊我会这样 鼓励他 我作为你朋友 我要替你分摊你的痛苦 对我也来陪陪你 你稍微送小孩 带你我去 我当干爹那样再来 是吧 你这种体会 你又算是这个 问对人了 你有这个体会 不是 我可以给你 那个放一段这个视频 让你知道 就咱们座中有一位 他就是有这个体会 我现在来看你们 来看你们表演 很厉害 张笑 跟我这样 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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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你们的手机拍 我的手机死机了 太过了 可是那个视频 没有拍到我痛苦的一面 也拍到我快乐的一面 为什么呢 当时我的台湾太太 就站在旁边 因为他跟我一起来拍 深圳 我一看到嘉辉这种景象 我就总是想起 我们当年的一句 那戏里边的词 叫做什么呢 战事的责任重 妇女的怨恨身 妇女的 全是妇女的怨恨身 就说与社会脱节多年的女的 真跟老公闹别扭了 她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你就要面对 几年间更新了的社会 那就像一条鱼 扔在沙漠上一样 这就是说当年老公一句承诺 我养你 还有一个 我就发现这个剧 还有一个挺吸引人 或者他我觉得他火的原因是什么 你不觉得全职太太是一个全新的阶层吗 你倒推 这个十年二十年 可能这个中国没有这样的阶层 就所谓的全职太太 大家都得上班 那个时候就为什么有托儿所那种 就是因为大家都得去上班 你得把孩子交到外面去 现在这个你看他们家里面 有全职太太 有一个就是工人 有这个阿姨 这个都是其实蛮新的一个阶层 所以他会引起很多的共鸣 你说婚姻是不是战场 是不是对于女人来说 你这个家里就跟你守一个战场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是的 我最近碰到我的一个朋友 他呢跟他老公呢 就从结婚开始两个人就是分居两地的 就坦白说是 就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感情 他说过去呢 会觉得两个人想凑在一起 现在觉得凑在一起都是烦 后来我你知道我怎么劝他们 我也觉得我挺幽暗的 我说那你得先准备着 我说你别人家给你来一首 这个给你一个surprise 一个惊讶 我说你得先自己留一首 留一个后路 宁可是你给惊讶 不要是别人给你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如果先被老公先出招的话 你其实心里真的 你再有其他的天地 你有事业 那种崩溃感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你知道 不管有没有工作 不过我觉得刚才 你讲那个情况倒很有意思 因为让我想起来 就是从这个小说 大概是在香港上世纪80年代 写成的小说 那时候我都很年轻的时候 看的小说 那么今天在大陆火 我正好看到是两个社会 好像走向相反的方向 这个小说当初之所以 在香港受欢迎 一书这本书在香港 当年很多人喜欢 是因为它好像代表了 某种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呼声 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香港 就是真的有很多全职妈妈 真的有很多女性 是结了婚就在家 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 那么然后在那个时候 艺书被认为是跟 比如说台湾的 穷瑶式爱情小说 分别在哪里 就我们香港的艺书 被认为代表的是一种 更时尚的 更新潮的 更新派的 一种伦理观念 在这个观念里面 女性应该要有一个 更自主的伦理 就这整个小说 就被读解为一个女人 不能够你结了婚 就那么安心那么安稳 你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要对自己有要求 你应该继续上班等等等等 那么然后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在香港 当然还是有全职妈妈 但是普遍而言 我发现是双亲都工作 但是大陆反而是反过来 过去二十多年来 我觉得是这个方向是倒转了 就越来越多女人成为全职妈妈 然后越来越多女人 是抱着 就刚才我们讲那个心态 就这个剧里面其中一个金剧 就是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是那种对吧 就这个想法 你倒回到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你很难想象 中国人会接受这个想法 但现在好像很多人觉得 这是天经地义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 对于像我们这种 好吃懒做的人来说 是很有 太有诱惑了 你多想自己貌美如花 对 我有时候假设我是一个女的 我就觉得真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今天社会 你要说 而且是往往是年轻人 对吧 你出去工作 你知道多难 风里来雨里去 这压力太大了 这种工作处境 那有一个自己真心爱上的人 因为爱的时候 他就是全世界 他说我养你 你知道吗 而且事实上 身边也有不少老实的男人 不都是像佳辉这样的 就是 因为我身边很多 一辈子对老婆 确实就是家庭经济支柱 一辈子给老婆 就是养着她 但是你知道吗 上次马依丽来讲的时候 就讲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 本质问题在于经济独立 但是呢 有了经济独立 也不等于你有精神独立 很多女的挣钱 是自己挣钱 但是她在精神上 仍然要依靠 所以我就记得上次 马依丽就在讲这个事 说实际上呢 她更重要的 就是这里边讲的另一句了 就是说 两个人得共同成长 你知道有些时候呢 男的在外面 生活在外面的这个世界里 外面的交际圈 你女的呢 就是困手在家里 你这个太太圈 太太圈 妈妈圈 你知道吗 整天看韩剧 打敷面膜 然后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圈子逛街 对吧 奶孩子 好 你慢慢这样 多年下来之后 其实真正可怕的 不是你们收入的差距 而是 而是你们俩在一起啊 越来距离越远了 这个完全就是我 你刚说的 就是我25年前 跟我太太讲的对白 那时候在美国 刚结婚有小孩了 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 然后很快就回香港 我就坐下来 聊了一个钟头 我就不断鼓励我太太 出去工作 不要做全职太太 就这样讲 完全就是说 我们往回到香港 我工作起步 然后你留在家里 我们就 不要说一前一后了 两条路越走越远 以后麻烦很多了 结果我太太坚持不工作 大死也不工作 我当时是反对了 我现在要讲说 我当时是反对 我说不行 这样我们看到悲剧的发生不行 而且说一个人挣钱太累了 后来我觉得 我养你无所谓 重点养只是起点 养了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我太太为什么说不工作 她说讲的道理非常对的 她说嘉辉 好 我这个外来的台湾的人 拿台湾的学历 我的本领 在香港 我太太是写作的 她说香港不需要写作的人 写作的人有梁文道 当学还没有你 有我这样 那所以 他顶多去去做一个工作 大概就是很辛苦的 大概赚一个很起码的工资 可是整个精神的消耗 整个折腾 她说不见得对我们的关系 有好的帮助 反而她在家干嘛 所以这是重点 到底是全职什么太太 她在家就是看书 写作思考看电影 结果假如真的是 我在生活上面 经济上面养她的话 是我太太精神上面养我 我的工作什么什么 她看了一些书 看了一些好片介绍给我 重点就是说 你养你无所谓 因为我们也要小心 不要好像全职妈妈 就是一个毁灭的东西 对 没错 你要全职什么妈妈 里面除了那个什么 什么工作不工作 性别问题 还有一个元素很重要的 必须承认 全职父妈妈 全职中产妈妈 全职穷妈妈 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说草根的妇女 基本上是蛮痛苦的 双倍痛苦 一方面受父权的压迫 另外一边受商业市场 或是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剥削 可是中产 或者说比中产更高的妇女 不管你工作 或者说全职在家 你有你的优势 问题你懂不懂得用 假如你真的只把你的优势 用在保持貌美如花 那太笨了 那你太笨了 你到最后一定毁灭的 所以我觉得要加进去 我想讲就是 其实真的在基层家庭而言 全职妈妈是非常少的 所以比例上相对要少 不过那是另一回事 你刚才说到这个 精神独立这一点 就刚才你说这个 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这就是接回刚才 我讲所谓的 日本式的家庭主妇 我们常常看一些 日本的电视剧 你会看得到这么一种 类型的人 就是退休男人 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什么 孤独的美食武士 其实也是从深夜食堂 内陆发展下来的 那这一类的电视剧 通常它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一个退了休的男人 生活得很空虚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一向不用上班了 那早上闹钟起来 是平常该出门打拼 现在一下没班上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男人 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 生活原来最空虚的是他 那他在家里面 你注意他的太太原来应该是 所谓的全职妈妈 但孩子也早大了 早出去了 那么这时候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才赫然发现 原来太太老不在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太太平常就很忙 他们那个生活 就是我要讲香港现在开始 有很多全职妈妈也是这样 是怎么样的生活 就是老公在上班 老婆带孩子 但带孩子之余 他跟别的家长 或者怎么样 他们有别的活动 而那些活动比如说 可能是一起学园艺 一起学听音乐 然后一起去旅行 那么甚至他还会参加 很多社区服务 参加很多NGO的工作 参加这个搞那个的 那么等到有一天 年纪大家都大了之后 这个老公从职场上退下来 你就发现原来一直被困的 并不是这个太太 是这个男人 因为他所谓的你有生活 你有自己的东西 那不是你 那即使是你的办公室 那是你的工作圈子 你一旦离开了那个之后 你其实什么都不是 但是这个太太 她反而外面那个世界 跟这个无关的 她继续很广阔 我总在旅行的时候 碰到这种太太团 他们一团一团出去旅游 是 都没有老公 都自己去玩 所以你看 这个关键在于什么 我就老说 过去我很 就是说女人 似乎感觉 叫让安全感 这个声音更大一些 我有时候就跟着我这个闺蜜讲 我说这个安全感 我的观点 它是一种很虚妄的东西 为什么 这安全感是一种 你一得到就毫无价值的东西 你比如说 好 你看 没安全感的时候 你觉得好想有安全感 佳辉那么不可靠 他怎么能让我觉得可靠 好想有 但是一旦有了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这老公 这三脚踢不出个屁来 他太老实 我推着他出去 出轨 他都不会出去 太有安全感 好安全了 明天安全了 安全怎么样了 而且我就发现 现在怕的是什么呢 生活停止 我觉得人啊 不是说不管男女 包括我自己 是有惰性的 我反倒觉得 有时候不安全 是让你提气的 让你维持一个好的状态 其实就是 你生活还在继续 而不是就天天看电视剧 然后就是胡吃梦睡 那你说这种安全 这种是堕落呀 我觉得是 对不起 我想反过来讲 什么叫安全 你把安全放在哪里 假如说我们刚才 讲那种电视剧 那个女人 原来过去错的地方 就为她把安全感 都放在老公养她身上 那男人呢 男人的安全感 难道就对 那个男人的安全感 不就寄托在 他的工作上吗 有什么分别 你都是把你的安全感 建立在一个事情上面 所以为什么说 很多男人他失业了 他也全世界都崩溃了 这个男人被炒掉了 他也都崩溃了 因为这时候 他跟一个发现 老公原来还有老三 或小三的女人 有分别吗 没分别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你说 你要把安全感 不能够建立在老公身上 你还要有工作 对我来讲 都是一样的 不是 在一种关系里面 现在太深都有问题 当然 反过头来说 我想说的是 你刚刚讲 就是女性经济独立 还是精神独立 就是女性 我觉得首先是经济独立 然后精神独立的代价 特别的大 就是其实相比之下 就你想 这个1928年 差不多快100年前了吧 那个 那个沃尔夫写的那本书 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房间 他说女的如果想写作 就是说更像男人一样 能够去写作的话 首先你要有一间 自己的房间 他没有说是房子 房间 还要有500英镑 就要有钱 你首先得用物质 把自己隔离出来 你才可能精神上 独立的去创作 你记得诺贝尔文学讲 那个莱欣 他第一次就是 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生了小孩了 他就结婚 然后19岁 结婚就生两个小孩 当时他就怕了 你说的这种不安感 他就怕了 觉得说我会快没有我自己 而且他说 因为他看过他的妈妈 还有阿姨什么那种 都是女人在大学里 受了好的教育 知道未来可能会有更好 但是回到家庭之后 他发现现实是这样的 他就特别恐惧 他怎么了 他搬出来 就住在外面 只从亲戚那里 打听孩子的这个消息 坚持去写作 天哪 这个代价 你不觉得对一个母亲来说 太高了吗 保持这种精神的独立性 我自己 我有一年 我试过是我没有工作的 那一年 我老公还跟我说 那那个说这样吧 我说我不好意思 就问人去拿钱 我说那个 就是他说 那我每个月给你发工资 我说这个嘛 这有点北欧份 我觉得也很对 家里主妇谁敢拿薪水 我还是不舒服 我觉得说 我不好说 这个月又忘记转给我了 你知道 那个话说不出来 然后后来我还是 后来我自己 当然那一年 我其实没有闲着 我特别忙 我那年我自己去采访 我自己在写东西什么的 后来呢 还是又开始去工作 我就觉得 我自己又工作 那个感觉就是 跟我孩子说 这些玩具 妈给你买的 你要什么去商场 妈给你买 那种感觉 就是我自己的信用卡 去刷 那个感觉真的不同 你是不是感觉 就是当代的这个女性 咱就说在中国吧 还是有个自己的工作好 就自己要有工作 这个工作呢 现在选择那么多 你这个工作 不一定是朝九晚五 你风里来 这个雨里去 但你得有个事儿干 你这样说 然后咱们从 你看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他们的妻子在干什么 比尔盖茨的妻子在干什么 在花他的钱 不是 基金会在帮助穷人 在用他的钱帮助穷人 大家的钱 是 然后他在关心世界 对 那个巴菲特 他以前是一毛不拔 他不捐钱的 是他老 就他的第一个妻子 改变了他 他呢 是跟他 其实后来是分居 他独立在做一些 这个慈善 因为其实他也有钱嘛 后来他影响了巴菲特 到他 就是他这个 第一位妻子死了以后 巴菲特突然就顿悟嘛 把他大部分钱 捐给了比尔盖茨的 那个基金会去做善事 就是说 你可以甚至做到 你虽然花着你老公的钱 但你影响他怎么花钱 这是高人 而且从你这儿 我就觉得 实际上问题在于 就是说 全职太太不可怕 可怕的是呢 生活的停止 就是说 你仍然可以继续 有你自己要做的事 对吧 你只要有你继续 要做的事 你就保持着 自己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呢 跟这个某个圈层 你毕竟还是有一个接触 这样万一 真的有一天 婚姻破裂了 你再捡起什么来 也是有台阶的 而且呢 就是 所以为什么 我就是说 爱因斯坦 有那么一句名言 就是说 要想保持平衡 就生活里的矛盾 比如说进和退 出和进 要想保持平衡 说人生就像骑自行车 要想保持平衡 只有继续前行 就你得一直灯 它才不会倒 就是说你这个生活不能停止 你得锐意前行 这是我们的 广告词 广告词出来了 这个福特瑞界 原则派 锐意前行 这行了吗 没有 我讲爱因斯坦 因为直接的悲剧 她第一任的太太 米列拉 对 米列娃 米列娃就是 大学的同学 女天才 甚至天才 比她 比爱因斯坦还厉害 然后一起做论文 一起做研究 结婚 生小孩 然后就在家里 然后我们最近看 那个电视剧 世纪天才 爱因斯坦里面演得真好 太太从一个天才的女人 变成一个全职妈妈 全职太太 那种悲愤 那种悲愤就是说 到最后爱因斯坦 有机会拿到诺贝尔掌 她太太讲一句话说 本来也是我的 本来也是我的梦想 本来也是我的 最后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跟罗子军一样 到最后她基本上的生活 就在追踪 老公爱因斯坦 有没有跟女助理 女学生 那节目就丰富了 那后来就离婚了 离婚的条件还是钱 本来不离婚了 她也很厉害 分居了 不肯离婚 听说是爱因斯坦 这个诺贝尔奖的奖金 就给了她这个前妻了 她也是赌博了 因为不一定拿得到 到时候拿不到 怎么办 对 后来她拿到了 全部给她 所以她得奖的时候 毫无欣喜之情 完全悲剧 这种悲剧到现在还是一样 真的 我看了看 她们这个女人的解决之道 比如说罗子军的解决之道 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家庭破碎了 我走出家庭 从卖鞋开始 然后这么奋斗 但是这给我们示范了一个什么路 就是强者之路 你知道这东西 我真觉得 那天我还看一个女性论坛 几个女人讲 就说咱们女人老被问这个问题 是家庭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怎么怎么着 她说当然都重要 当然缺一不可 我们都得把它拿得下来 是吧 这真的就是说作为 难道说作为一个女人 你真得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人家那段子讲的买得起好车 开得起好车 住得起好房 斗得起小三 斗得过小三 打得过流氓 你真是全知全能全勇 可是对 这是我们的榜样 可是我有时候 我这个同情的眼光 也会看到 男人女人斗如是 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叫弱势人群 对吧 就是当然我们有些人 男的跟女的 确实你有本事 你工作生活都能干得好 但是呢 你也看到大多数人群 因为种种的原因 真的 我那就是见过很多女性 第一做全职太太而不得 没有男人说我养你 再者说是婚姻被抛弃了 他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 你知道吗 所以在重新走向社会 找工作的过程中 就是很被动 我觉得你这种不能老实说是 学习罗子军好榜样 他就能解决问题的 对吗 可是我还是在想 我觉得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你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女的学了十八班武艺 那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 我觉得不会的 就我没见过有很多人 是有完全的安全感 一个事业再成功的人 也会有不安全感 所以这样说回来 刚说到全职太太什么 那里面牵涉到男女 假如真的要一起走的话 那个关系怎么来谈定 两个人互动 大前提是说 就算没有了那个家庭 没有了那个婚姻 那要怎么样 我觉得整个社会上 真的太多的悲剧 都是到现在不断地灌输 说你说还是又有 那个才是生命的安全感 才是价值的所在 而且不仅是女 小君君男人多痛苦 我每次看到这一类的 电视剧小说什么 我都试图从男人的角度看 我说那个男人真伟大 一方面又有外面 又有外遇这个那个 然后可是又要负此责任 不肯撕破脸抛开 抛弃弃子 承受不起这种压力 那多男人那个 所受的苦多么惨 可是男人还是被谴责为人渣 其实男人的苦没人知道 最近那个 你终于被人渣 这个仗义直言了 是不是 最近 最近 不是人渣 是渣人 对 最近香港有个书展 有个台湾女作家 过来演讲 评度 她有一个散文集 最近人家的书 就讲她自己 活到50多岁 有一天她妈妈才跟她讲 其实你不是我生的 你那个是别人生的 然后 是你爸跟工人生的 生出来的这样 然后她父亲都死了 然后后来发生了 她寻找她亲生母亲的事情 然后里面写了过程 其中有一段 我特别有印象就是说 她在想她父亲可能 她在想她父亲一般能来看 她父亲就是人渣 怎么跟家里的女佣搞起来 还生了小孩 让两个女人这么痛苦等等 她就想有没有可能 当我父亲跟那个女佣 抱在床上的时候 他们是真爱了 可能真的爱 可能是爱了 然后爱了那个 可是整个社会给他们压力 把他们拆散 然后他还要做回一个好男人 他父亲是教授 有这种思维的人 不当作家都去财 那没有 他就可能是真爱 可是为了那个名誉 为了家庭 然后为了不伤大老婆的心 结果他就这样 跟那个女佣分手 真的 义军 男人也不容易 这几年全听你们这些女性 在那和和 我们都在那 低眉顺眼 对对对 说的对 我们要尊重 你们何尝知道我们的男 其实我一直没明白 这个戏里面 你说那个老婆 你知道我今天 你说这个 我今天在香港电视上 看着一个广告 拍的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说 说明日本女人 她们是怎么感谢 自己的老公 就是一个日本的 一个冰箱的 一个广告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 是这个日本太太的表情 就说话说 老公半夜 进门进来了 这太太根本没穿睡衣 就显然是正装的 家里一直等着呢 老公一来 咬 然后啪 打开冰箱 一瓶啤酒 放在那里 然后都是这样的 看着老公喝 然后说 今天有新鲜的蔬菜 你要吃什么 老公正在犹豫呢 太太说 我给你来个野菜拉面 好 还那野菜拉面吃点 然后老公吃的时候 他太太垂涎欲滴的 看着老公 就是说了那么一句话 就说 其实你现在每天的付出 已经是做到最好了 这老公我看眼神一愣 好像说 下班后喝顿酒 还是有好处 是吗 晚点回家 有好处 但是接下来呢 这个太太就拿那个啤酒啊 还是清酒啊 给他老公倒酒 主要是倒酒的时候 这个日本女演员 这个表情啊 简直就是说 老公你的付出 已经是最好的了 为什么哭呢 就是太太是 你要感谢我养你 就是老公养家 太太是要这样的感恩 这样的 我觉得这件日本人 日本人拍的这种广告 中国就得爆菜了 是吧